分享 吕布仪式蒙古外星人后裔 美国媒体曾报导中国人仪式外星人和原始人的混血儿 并认为神话中的盘古女娲都是外星人 所谓女娲补天应该是外星人改善地球空气品质的行为 臭氧层破了洞女娲便以各种矿石 神话中的五彩石做化学反应 以产生臭氧来不破洞 美国学者并以内蒙一带发现的疑似外星人壁画和诸如陕西神木县巨人族族基化时 对照中国古代神话来推论出 五千年前在中国北方曾发生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战争 时间长达三百多年 地球人是被外星人奴役的 已建造各地的金字塔等建物 中国人在红毛巨人帮助下打败了外星人 使外星人离开地球 这些红毛巨人高约12到15英尺 3.6公尺到4.5公尺 而这些红毛巨人可能是另一种对地球人友善的外星人 巧的是中国北方在镇史真的有外星人和人类交配的记载 为书仙碑记 拓拔劫坟带领部族南迁后 有一天率领部下去打猎 突然看见一辆装饰华丽的车杖从天空飘然而下 天车中走出一位美丽的姑娘 姑娘周围的侍卫甚多 拓拔劫坟赶往上前师里问候 那姑娘说 我是天女 按照上天的旨意 下凡与你结成夫妻 拓拔劫坟很高兴 便与那姑娘结为夫妻 第二天早上 那姑娘便对她说道 我现在要回到天上去了 明年的今天我从天上下来见你 你在这里等我 说完便飞入天空 到了第二年的同一天 拓拔劫坟来到了去年 遇见姑娘的那个地方 只见那姑娘真的又从天上下来 怀里抱着一个男婴 他将男婴交给劫坟说 这是你的儿子 我现在交给你 你要好好抚养他 因为按上天的旨意 他的后代中将出帝王 统治天下 拓拔劫坟便将这个男婴命名为 拓拔利维 西元178年生 拓拔利维从小就很聪明英武 异于常人 拓拔利维活了104岁 在位58年 正十位书记载 有如神话的际避佛不寻常 以现代幽浮研究的观点来看 天女就是女性外星人 外貌和人类差不多 传闻中的金星人 所成的就是非别 外星人之所以找人类交配 当是要观察混血重的表现如何 外星混血重的拓拔利维 果然和一般地球人差很多 他力大无穷 智慧高 而且寿命很长 拓拔利维的后代 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 建立了北方统一政权的北魏 外星观察者看了一定很满意 设定取消广告分论 外星宝宝拓拔利维诞生于西元178年 此时吕布可能十多岁 吕布的本事和一般人颇不一样 他身材巨大 可以像提小孩一样抓起大江激灵 又能一下就刺死身穿重甲的董卓 正史仔李肃无法刺穿着重甲 而李肃是号称白袍将军的永江 他无法刺穿的重甲想必是相当坚固的 但吕布力量却远比李肃大 一下就刺穿了 吕布还是正史记载的神射手 现代宫在多种辅助气方柱下要设中百公尺外把心仪很难 但吕布却能用古代宫设中百公尺外的划几小只 而且是在十万大军当前的重大压力下所设 可以想见吕布的心智条件也非一般人类所能比 正史三国志唯一记载武将敢单挑的人正是吕布 其他人的单挑打斗只出现在三国演义这类的小说中 当时长安被西良兵二十万包围 在寡父敌众下吕布想用单挑来迫使数十万大军退出一条深路 于是他大胆地出城找西良主将郭四单挑 结果刺伤了他 史书虽然简单聊聊几行字记载词事 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敢这样独自一人面对数十万敌人 然后看似狂妄地叫对方主帅出来单挑 这是要何等内在修为才有办法做到 练武的人都知道最重要的并不是武艺高低 而是看不见的内在修为是否已炉火纯青 唯有内外达于至善至美才能迷路分于左而色不惊 太山崩于幼而怒不顺 吕布显然内外都到达了一般人无法契机的地步了 外星人照道理不会只找拓拔帅哥做交配实验 也不会只在某一年做 例如近年来便频频有人出来说自己被外星人抓去交购 有男有女 所以吕布的妈妈或爸爸是否在那几年也被外星人看上了 以吕布对东汉历史影响那么大的大人物 名列东汉最后一位功臣的温侯吕布 史书上竟然毫无他爸爸的资料 难道他爸爸根本就是外星人 吕布母亲和拓拔劫坟一样被外星人看上 天女说拓拔立为的任务就是后代要出帝王江湘结束五胡乱华 那吕布出身的任务就是结束董卓乱政 号称诗鬼的唐朝大诗人李赫在吕将军歌 中曾说吕布闭眼将军独膝大胆出情门 也就是说吕布眼睛可能不是传统汉人的黑色 而是碧绿色这可能就是外星人眼睛的颜色 加上他身材异于常才异于常人力大无穷心智优越 的确可能是外星人刻意培养出来的人种 几天前加拿大退休国防部长公开在媒体说 外星人早就混在人类生活圈中只是我们无法察觉罢了 网络YouTube上也有一段中国发生的外星人救人的影片 一名穿帽T的瘦高男子或女子在推车 老伯即将被大卡车斩毙前突然以不可思议的瞬间移位 和兜敏俊类似方式把人救到路边 神秘人两手还发着光芒 他把两手插入口袋中后就静自离开 老伯则腿软瘫坐路边 大卡车司机停车后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显然有外星人默默的在担任守护天使 自古至今一直如此 5000年前红毛巨人外星族直接帮地球人击退坏外星人 2000年前外星人则开始找地球人生外星宝宝 这样就不必像红毛巨人一样出来吓到人 吕布是外星宝宝 他的任务就是解救东汉末年浩劫 任务完成后可能就被外星人父亲接回母星去了 被曹操一杀的不过是复制的生化机器人 文章